呈现不同的风貌 这是行政圆明会办公大楼的一楼大厅 最近重新规划 打造成一个艺术展览空间 用大量的白色当背景 再加上各族群的图纹色彩海报 其中墙壁上可以看到的是阿美族的海报 从红色的男生片群中发挥创意 再看看展场中间展出的是 已经经过行政院圆明会认证的工艺家的作品 仔细一看就连展示桌都精心设计 桌布都代表各族群的图腾 这里不是一般的艺朗 而是行政院圆明会的一楼大厅 工艺品跟农特产品的一个展示 我们也让工艺师跟我们族人有一个平台 一个通路的平台 另外我们在一区是做意见交流 我们希望族人到台北来 不管是洽工或者是来做一些拜访 都可以利用这个空间 行政院圆明会现在想善用一楼大厅 打造成艺文空间 第一波设计作品就是由一位阿美族七年级生来设计 可以到行政院圆明会设计展场 而且展出作品 这位年轻的设计师也感到新鲜 圆明会算是比较特别一个单位 就蛮特别的 感觉这个环境也还好 也蛮赞的 行政院圆明会表示 由于主委孙大川希望行政院圆明会 也可以充满艺文气息 所以重新设计 除了规划成展场 还有影音专区和民众服务台 希望给民众不同的感受 接着阿里纳格苏兰玛耀台北市采访报道